最近呢是有个巨幅看板 密集的出现在台中跟台北街头 看板上呢是放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 上头写着 13年不见您好吗 这是拱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 有人猜是要去寻找青梅竹马 也有人猜是要寻亲 不过看板下的法郎业者说 这很有可能是建商的广告吧 但民众是认为 如果用大家的同情心跟好奇心来打广告 恐怕反而会弄巧成拙 让人观感不好 13年不见您好吗 一句简短的问候一张小女孩的照片 这么大的看板树立在街头 让人充满想象 妈妈找小朋友吗 女儿找妈妈 孩子对家乡思念 究竟要找的人是谁呀 民众看了很难不勾起好奇心 有人猜找女儿 有人说用您这个字应该是要找妈妈 还有人猜可能是要找青梅竹马 也有人推测 是不是大陆人来台寻亲 究竟答案是什么 看板下的这家法郎有可能会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间仲介的 是建设公司吗 应该是 不然就是那个卖房子的 法郎业者说有可能是建设公司的广告 网友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发现看板有两个版本 字句一样 小女孩也一样 但是拍摄场景不一样 一张坐在红色栏杆 另一张坐在白色栏杆 而且就在最近密集出现台中街头 和台北捷运站附近 所以民众认为广告行销 比寻人歧视的可能性还要高 一个看板吊足大家的胃口 如果真的是广告行销 滥用大家的同情心和好奇心 这样的业者 反而让人有负面观感 由于宁元宾 徐一令台中采访报道